2024亚太原住民慢食学院培训成员 日前抵达花莲开始实体课程和交流 并且在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森林区的分享会中 借由双方资讯交流产生想法碰胀 并透过户外举办的夏天慢食乐 让外国学员和25位摊主们进行交流 近纪律的参与市集 体验原住民饮食文化与慢食主持发展的正能量 2024亚太原住民慢食学院培训成员 日前抵达花莲开始进行实体课程以及交流 并且在花莲县原住民野菜学校进行分享会当中 开始安排了国际慢食原住民委员许公恋 以及亲慢食的主持发言人 许公恋表示慢食是一个全球的行动 以优质干净公平理念保护以及推广饮食系统 分享原住民慢食网络发展不仅在亚太地区 更是一个全球的网络 透过保总生产者保护计划 原住民厨师联盟 大家以社区家人方式共同滚动 带动大家一起来慢食 代表许中文县长 谢谢大家来参加这次的分享会 然后在这次的分享会 我们首先要感谢我们慢食意大利总部的Francisco 还有慢食基金会的代 培训这次的华联的课程 邀请了八个国家 十三个组织 十七位成员 来参加这次五天事业的培训会 然后等一下的两场的分享会 会有这五天事业的各国成员的交流 以及跟我们国内的交流 也希望大家能够只留下来 待下一整天来听听大家的经验分享 也可以作为我们未来慢食 各项活动产业的推展 花莲现成福原住民陈述处处长 独贵传表示 县福与慢食组织紧密合作 持续让原住民慢食 在整个花莲的产业发展当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即使是文化的传承渠道 也是产业创求的重点 又代表花莲在地文化的焦点 以及全世界链接的端点 透过分享会 也让花莲与国际接轨 希望他们带着这份美好的记忆 持续发展国际慢食的活动 记得将一块吃不到